大家好我是Ray Ma 今天有一款性價比手機跟大家評測 其實正確來說應該是旗艦殺手才對 因為它是我手上的小米Mi9T Pro 這次Pro版本採用到Snapdragon 855處理器 而我手上的版本亦都配備8GB RAM 256GB ROM的Storage 真是不折不扣旗艦機 也感謝品牌方面 悉心安排可以在相對比較快速度和大家測試 單單以一部手機來說也很吸引 因為它有全螢幕的設計 實際操作的體驗是怎樣 事不宜遲 去片 始終到深入評測階段 不同大家很仔細的開箱 但也要賺回這次黑色很簡潔的包裝盒 是有旗艦機的感覺 這次配置也有驚喜 這次跟機送的機殼 是一個很薄不會令手機增加厚度太多或重量的機套 但它也可以防刮花或有限度的防撞 同時最大驚喜是它上手的質感 是塑膠用料 但表面的coaching不容易黏紙紋 也很順滑 又有適量的gripping 令手機沒那麼滑手 絕對是超出短期用鮮的質素可以長期用 而這次跟機扶送的火牛 也可以最高支援12V 1.5A 18W的快速充電 而這次Mi 9T Pro最高是可以達到27W的快速充電 4000mAh的大電池 那立刻跟大家看看手機本身 這次是6.39全螢幕的機身設計 但達到8.8mm以及191g的重量 這部機絕對拿上手是有份量感 跟上次的Mi 9做比較 這部機的感覺會比較厚一點和重一點 而在設計的元素方面都是雙玻璃面加金屬邊框的設計 這次漸變的兩種顏色配置 都隱藏著高科技的感覺 散發著型格的氣息 個人覺得這個設計很型格 獨特 少見 同時大家可以仔細看它做工 這次機背玻璃面板跟金屬邊框的縫合做得很完美 完全沒有任何緩衝膠邊 以及縫合起來 摸上手也很順滑 感覺不到 而在機身正面方面非常簡潔 沒有任何相機切割 也沒有任何notch 個人是很喜歡這種設計的 因為真正的全螢幕享受 而大家可以在螢幕的頂部部分 仍然看到金屬邊框和玻璃面板之間 有縫隙做聽筒的部分 但比較可惜它還未跟機身底側喇叭組成雙喇叭配置 而同時仔細做工 大家也可以看到 玻璃面板跟金屬邊框之間有緩衝膠邊 但它的設計也感覺到膠邊存在 但不刮手 整體來說雙玻璃面加金屬邊框 正面玻璃都是Gorilla Glass 5的質素 所以整體的用料都不錯 而配置方面 剛才提到正面螢幕面板有聽筒 全螢幕的設計 下面有in-screen fingerprint sensor 而它的速度非常快 待機時有指紋識別的位置提示 大家一按上去立刻放手都可以順利解鎖 基本上這個解鎖速度和旗艦級手機沒有分別 而到機身頂側 居然還有3Dbm耳機插口 另外是pop up camera的部件 而這個pop up camera在大家看到彈出來的時候 有Animation式啟燈 很特別的設計 而很特別的地方是大家充電的時間 同樣會有一個孔位散開啟燈的呼吸燈效果 還有提示燈的作用 機身底側是USB Type-C插口 單喇叭 以及Joule SIM雙卡雙待的插槽 整體由於這部機雙玻璃面加金屬邊框的用料 再加上191g 也有一點份量的感覺 拿上手說是很紮實的造工感覺 絕對不是大家想像中這個價位的手機可以達到 都真的很喜歡它的上手質感以及全螢幕設計 提到這個機身以及螢幕方面 如果大家還在為這部機 找適當的保護 不想影響機身的重量 以及螢幕顯示的效果 這次這個很獨特的機背貼 可以提供防刮花的效果 令到這個原光漸變的機背有質感的質感 以及螢幕玻璃貼方面 繼續有TRISKIN全貼合手工玻璃貼 它真的是我用過質素最好的玻璃貼 全氣合技術令到它的透光性特別高 可視角度以及顏色顯示都不影響的TRISKIN全貼合手工玻璃貼 有興趣的話記得在影片描述為止的連結 找到這個玻璃貼以及機背貼 很快跟大家去到效能和功能方面 首先這次的系統操作介面是MIUI 10.3.1 建基於Android 9 Pie 原生的App Launcher的介面真的不多討好 尤其是App Icons方面 但是經過我設計畫面的設計畫面 比較像公版Android的Icons之後 原來這個介面也挺漂亮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主介面雖然沒有App Drawer 但是可以拉下來看到有Notification Drawer 以及Quick Settings Toggo 介面也用平面化的設計 以及很簡約的線條和Icon的風格 其實是很可用的 而在主板面再向右或最左邊 就是一些設計功能的介面 包括有系統清理或Google Assistant QR Code scanning等等 而這套MIUI針對手勢操作的功能都是非常完善 首先包括Ambient Display 即是Always On Display 大家關上螢幕時可以看時間顯示 以及有指紋解鎖的位置 同時大家也可以啟動Double Type to Wake 或者是Race to Wake的功能 Lock Screen的部分然後再解鎖 看Notifications等等也可以 而在Full Screen Display裡面 這個原生的虛擬導向鍵操作 或者都可以用全螢幕的手勢操作 體驗這個這麼震撼的全螢幕體驗 而這次這個在中間向上拉就是主頁件 中間向上保持一會就是Recent Apps的版面 然後在螢幕的左邊或右邊邊緣向上拉就是反回鍵的作用 也很貼心地給大家double check for gestures 就是大家打機的時候要求大家用一個Gesture按兩次 才確認退出等等避免誤觸 也可以直接在螢幕邊緣向上拉 保持一會兒 在你的Recent Apps背景App之間互相切換 也可以再去到Additional Settings裡面的介面 再選擇Buttons Control 就可以去到譬如大家開相機的手勢 可以按兩下電源鍵開啟 或者其他的選項 而再到一個我非常喜歡小米手機的功能 是它的Second Space雙系統的功能 可以完全在系統之間割開一個新的空間 類似一部新手機的感覺 大家在Space1主系統裡面的所有Apps 以及個人檔案資料 完全不在系統2出現 系統2所新增的App或拍照也不會在系統1重複出現 好像兩部手機一樣 雙卡雙待再用這個系統就適合了 大家可以直接在待機的時候畫不同的圖案 就是開啟不同的系統 完全是很自然的操作 另外再配合Druelab的雙Apps功能 可以有三個WhatsApp Facebook等等的帳號 非常誇張 NFC Google Pay等等的Tap & Pay功能都可以在這次的Me90 Pro上用到 而至於在操作的順滑度體驗方面 早前看過不少外國的評測就說到有些Frame Drop的問題 未去到頂尖旗艦手機水平 但我手上這部8GB RAM 256GB ROM的頂配版 以及國際版 即是香港大家買到的行貨 用到MIUI 10.3.1 國際版Global Version的話 其實用原生的介面操作系統 我用WhatsApp Instagram Facebook等等 打電郵或日常在介面上游走的操作 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 完全找不到遲緩或Frame Drop的問題 操作可以說的順滑 跟旗艦手機沒有什麼分別 Snapdragon 855處理器加8GB RAM 當然打機可以開到最高Ultra的畫質 最高的畫質都是很順滑的體驗 Adreno 640 GPU再驅動1080P螢幕 打大型3D遊戲絕對不需要擔心 而當大家在打機的時候 這次小米都加了遊戲中心的功能 可以在大家看到螢幕最左上角的隱藏半透明的抽拉的位置 拉出就進入遊戲中心 也可以有螢幕錄影功能 也可以有螢幕截圖功能 以及Speed Boost的功能 也有很獨特的Floating Windows功能 可以在打機的時候放一些常用Apps在這裡 例如Internet的網絡方面 以Floating Windows的形式上顯示 也可以有WhatsApp Facebook等等 都方便 在跟大家講完個人體驗後 也做同一開Apps的速度測試 打開同一系列的Apps遊戲和程序 現在的表列跟大家看回現在的旗艦手機中高階機的比較 而到第二回合跟大家開啟 剛才第一回合開啟的Apps 看看所有是否繼續在背景執行 8GB RAM的版本 當然是所有Apps都繼續在背景執行 Apps和Apps之間切換得很順滑很順暢 多工表現基本上都是現在頂尖旗艦手機表現 整體這次操作介面原生的App icons真的不多套號 但大家可以透過原生的Theme Engine把它解決 解決之後它的介面操作都很簡潔和漂亮的 平面化的設計 以及個人化設定 系統功能和系統操作的順滑度和打機體驗 都是頂尖旗艦手機的表現 而接下來跟大家看相機部分 這次主相機繼續用4800萬像素Sony IMX586的感應器 F1.8光圈 另外800萬像素F2.4光圈 兩倍光學變焦的Telephoto lens 1300萬像素F2.4光圈 12mm的超廣角鏡 而這次主鏡頭和Telephoto lens居然除了PDAF之外 是支援Laser Autofocus 雷射對焦 當然繼續在跟大家看成像效果之前也看回相機的介面 這次功能非常豐富 普通的標準自動拍照模式 有AI的Scene Detection 有不同的場景自動偵測 亦有HDR的開啟 可以選擇Auto或On-Off 當然也有4800萬像素的拍攝模式 有人像景深模式 而這個模式都可以用到Depth Effect 把光圈大小調校 把背景模糊的程度按照自己的心水選擇 亦有Night Mode 就是透過碟照和增長曝光時間 提高終極低光拍攝的能力 亦有全景圖 以及專業模式 這個專業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手動在三個鏡頭 包括有超廣角鏡頭 以及標準鏡頭 和兩倍 zoom鏡頭切換 也支援手動的快門速度 令到拍攝的彈性大大增加 亦可以是手動開啟4800萬像素的拍攝模式 最後它居然支援4K 60fps拍攝 4K 30fps拍攝 亦有Super Slow Motion可以做到1080p 960fps的慢鏡 大家可以看看拍攝效果 在實際成像效果方面 在自動Auto HDR模式開啟之後 亦可以看到Mi 90 Pro的成像效果動態範圍廣闊 顏色鮮艷和白平衡準確 整體整張照片日拍的時間看來很光猛 很鮮艷的效果和自然 通透 4800萬像素和1200萬像素拍出來的細節保留度 分別不是擦天共地 不是太大 但大家看到4800萬像素的成像效果相對比較自然 柔和一些 一些邊緣銳利化的效果比較少 而在1200萬像素的時間 大家會看到比較明顯一些雜訊去除 或者一些銳利化的效果 但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範圍 在日頭方面的成像效果 這次Mi 90 Pro有高的動態範圍 鮮艷的顏色 以及都尚算自然的成像運算 有少量可見的雜訊去除和銳利化效果 但整體不算嚴重 可接受範圍 令照片看起來很乾淨 通透 在夜拍方面表現比較特別 整體的光亮度和細節保留度 還未到現在頂尖的效果 旗艦手機的水平 但當大家開了夜拍夜拍模式之後 就不僅使整體照片更加光亮 顏色更加飽滿飽和度高 也會做到一些細節光處過曝和暗處低光的光暗動態範圍的補償 之外也令整體照片更加銳利和細節保留度明顯提升 在夜拍模式的幫助下 Mi 90 Pro可以拍到有接近現在頂尖 旗艦手機的成像效果水平 光亮度高 顏色飽和度高 是很鮮艷通透的夜拍 動態範圍當然夜拍模式的幫助不需要擔心 細節保留度 銳利度都在夜拍模式下很大提升幫助 是有驚喜的效果 少許可惜是夜拍模式並未能應用到廣角鏡上 只是在主鏡頭上用到 最後補充自拍樣張給大家看 2000萬像素主鏡頭同樣支援AI的自動場景偵測 以及有Auto HDR的支援 所有東西都是完美的曝光 細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有雜訊和雜訊去除的痕跡 但整體可以接受 它的質感都做得不錯 頭髮的細節都可以看到 在光源充足的時候它的成像效果就是滿意 但當大家去到低光的時間 可能它的效果就會比較鬆散一些 整體這次相機尤其是主鏡頭方面的成像效果是有驚喜 白天和晚上都一樣是它的動態範圍廣闊 顏色鮮艷和運算出來的照片都自然 尤其拍片也是有驚喜4K 60fps以及4K的整體穩定度上 超出這個價位應有的表現 去到旗艦手機的水準 只去到多媒體應用體驗方面 這次用到6.39吋AMOLED的螢幕 FHD Plus 1080p的解像度 在這個尺寸上都不會找到有火粒感 而它是支援HDR10的內容顯示 整體螢幕的顏色顯示和可視角度 全黑的黑色都是AMOLED螢幕的特性 即使是用開旗艦手機的我自己來說 用了這塊螢幕之後都覺得它的顏色顯示鮮艷 全黑的黑色以及光亮度等等都沒有明顯的一些閹割 這塊螢幕整體的顯示效果也是高 相對比較可惜是仍然用單喇叭配置 但這個單喇叭都很大聲 大家可以聽聽它的效果 另外3.5M耳機插口有當然是一定要加分 但出來的音質都是一般平庸 主要是它的層次不是太分明 驅動一些比較漂亮的耳機時間 就會聽到它嚴重偏中低暖的聲音 音場聲場比較窄 但可用 當然也有完善的高清藍牙傳送codec 包括AAC Aptics 等等都有了 整體螢幕的顏色顯示比我想像中漂亮 和這個價位的手機有這個級數的顏色顯示 和1080p FullHD Plus的解像度 AMOLED材質 全螢幕沒有任何的notch和相機cutout 已經是贏了 最後到電池續航力方面的測試 今次8.8mm的機身以及191g的重量 其實都可以是4000mAh的超大電 加上3小時的多媒體應用體驗之後的耗電量 和現在其他的主流旗艦手機以及中高階機做比較 終結 這次小米米90 Pro用到Snapdragon 855處理器 以及有8GB RAM 256GB ROM的選擇 絕對是不折不扣的旗艦級規格配置 也在硬件的手機外觀設計和造工方面 都是超出這個手機應有的水準 系統操作界面以及系統的功能自定化 打機體驗方面都絕對是旗艦級的手機 甚至乎相機主鏡頭 日拍夜拍和拍片都有旗艦機的水平 唯一比較找到是可惜或是閹割的部分 就是單喇叭 未有雙喇叭配置 未有IP認證防塵防水和Wireless Charging 這些是否很重要的部分就見人見知 所以這次米90 Pro真的給我驚喜 它由手機設計做工上手感覺 操作到硬件配置相機 電池續航力等等 都是很完善的一款旗艦殺手 就算當它是主機用 都是不過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其他手機評測 以及手機比拼電子產品的測試 下次再見